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龙的影响力在日本以及亚洲达到顶峰 万千少女为之疯狂 在成龙与林凤娇结婚的消息放出之后 有些粉丝无法接受 有的跳楼自杀 有的直接跑到香港去找成龙是死要嫁给他 日举天王牧村脱灾 都说成龙是他偶像 跟成龙拍照要全腿 不能高过成龙 以示尊敬 张子怡她在日本拍了很多广告 算是在日本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女明星了 在卧鲁藏龙 英雄等大片之后 张子怡在亚洲算是火了 很多日本人开始认识这个中国的姑娘 进军好莱坞后 影响力进一步的加大 一季回忆录之后 让更多的日本人认识了张子怡 也让更多人成了她的粉丝 F4当年 F4在亚洲简直是红道报 一点都不夸张 其影响力让内地的许多姑娘为之疯狂 除了中国 F4最受欢迎的应该就是日本了 严承旭货班日本Best Guinness大奖的最佳国际艺人奖 成为首位获赐殊荣的华人 与日本首相夫人纠山姓同台领奖 王妃天后王妃在日本以及亚洲同样是超高人气 当年以一首最终幻想的主题曲 Eisen卖了超过500万的惊人销量 在日本打开市场 让许多人见识到了歌后的实力 电影《重庆森林王妃》算是彻底打开了日本市场 她是首位能在日本东京舞蹈馆开演唱会的华人 王妃在日本甚至被誉为季邓丽君之后的第二位亚洲歌集 徐若轩徐若轩90年代 在日本发布写真一炮而哄 接下来出演了日剧电影 做主持拍广告等 总之在日本大概是一线女明星的地位 而后又在日本组建歌团 专辑最好也卖过300多万张的成绩 甚至参加过日本的跨年节目红白歌会 女子十二月房 这是个很奇怪的例子 在国内根本不红 偶然的机会去日本演出 竟然红得一塌糊涂 女子十二月房专辑首日售初十 000章 两个月内突破100万大关 期间还获得过多项荣誉 陈惠玲 陈惠玲不仅在香港是广告天后 在日本同样人气一级吧 因鬼之七家以及纯彩广告大受欢迎 2000年底成为四支广告的最佳女主角 陈惠玲在日本街拍的广告都是知名品牌 黄小明看到黄小明是不是有点小惊讶 是的 黄小明曾入选过日本选出的亚洲十大男星 这足以说明他在日本人眼中的人气 当年和刘亦菲的神雕侠旅 算是让日本影迷认识了黄小明 新上海滩在日本播出后 黄小明吸了一大部粉丝 还在日本举行过2000人的小型演唱会 他在上海拍摄电影夜问时 一批50岁左右的大妈及粉丝 团千里迢迢来到上海为其加油 杨坤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 杨坤又不红 可是他在日本的雀红了一段时间 特别受日本女性的亲爱 因为他身上有种黑帮的风采 经常被日本邀请拍黑帮角色 深受日本妇女的喜爱 哈哈哈哈 看了之后 有没有你猜中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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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感情捧场 感谢观看